大批远警进入台营机用分行 柜台前空荡荡一片 直见警方来来回回检查 就怕一事有爆裂物 不管是座位底下还是垃圾桶 每一个角落通通都检查一遍 原来台营机用分行 17号下午接获电子邮件 强调已经安装7颗遥控炸弹 将准时引爆 警方获报不敢掉以轻心 动员十多名远警 先疏散民众将银行清场 全面检查有没有爆裂物 接获台湾银行基隆分行报案 称接获不明人士 以电子邮件扬言将抢劫该银行 并以安装炸弹 警方到场后火速疏散民众 分局长立即指示进行逐程搜索 检视可能常放爆裂物处索 并进行安全检测 警察局建设科到场故事搜索 经过近两小时地产室搜索 均未发现可疑物品 警方于银行延后一夜时间内 在现场安危守望 以防止后续突发状况 在火车站北站放置炸弹 虽然最后都是虚惊一场 但市长谢国良说 警方已经有相对的作为 民众不要过度恐慌 我们在上个月有告诉大家 基隆曾经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是因为民众有自己的权利 但假如我们的恐吓者 或者是一个这样子 恶作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嫌犯 只是透过网络 然后在不同国家的IP 发这样子的一种讯息的话 我觉得民众也不应该惊慌 也不要每一次都反应过度 像我后来就选择 如果有常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警方有相对作为就好了 民众不需要为之其 大家还是有各自的生活 有些人他也许就是一种恶作剧的心态 那我也不会觉得说 会有真正的一些相关的公安疑虑 但是我们警方该做的 仍然都要把它做主做好 但我反而认为 经过第一次以后 我们了解了 可能会有人做这样的恶作剧 那民众还是应该 照常有自己的生活 不要为之被打扰到 虽然证实都是恶作剧 续经一场 但警方强调 任何扬言恐吓 危害公众安全的言论 警方绝对会严正侦办 全力追查 记者黄少民 记录报导